五名美国参众议员专机降落松山机场 外交部常务次长于大雷亲自接机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离台后12天 接力访问台湾 帅团的参议院外委会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发文指出 前往台湾是为了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马基曾在1979年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 连署支持台湾加入世卫 常年关注台湾议题 台湾外交部昨夜 美国的Edward Markey上院議員 超党派的議員团5人 台湾に到着したと発表しました 議員团は今日蔡英文総統と会談し 安全保障などについて意見交換する予定です 而这次除了会見总统蔡英文 訪問团也将拜訪立法院和外交部 討論台美关系 区域安全貿易投资 全球供应链 气候变迁等重要議題 CNN指出由于佩洛西是美国政治界排名第三顺位的人物 才会激起北京剧烈反弹 国会议员到访并没有重量级官员 但实际确实非常敏感 佩洛西公然将台湾称为国家 是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严重政治挑衅 纽约时报引述华府智库格莱伊说法 预计另一个国会代表团将在8月底前访问台湾 分析人士指出大陆虽然还没立即反应 但美国议员在佩洛西访台后不久就如此迅速再度访台 可能引发大陆强烈反应 包括引发更多军事演习记者蔡新城报导 他是澎湖浮蓬喜莱登酒店推出的海皇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